了解平台和轨道 为了从太空上观察地球 我们需要发射带有摇杆器的卫星进入地球的轨道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已存在的各种轨道 为摇杆器选择最正确的轨道 我们目前对轨道力学的理解 来源于16世纪的科学家 如戈白尼 伽利略和开普勒 开普勒轨道是用六个参数信息来定义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高度 也就是说离地球的中心有多远 这决定轨道的周期 也就是说需要多少时间来绕地球轨道运行 它的倾斜角度 从赤道零度到南北级90度 至于卫星摇杆器 需要测量的数据 我们可以在四种类型的轨道中选择合适的轨道 地球禁止同步轨道 用于通信和气候持续分析 需经常更新和升级 高椭圆轨道 用于高空通讯和间谍卫星 中地球轨道 用于导航卫星系统 例如全球定位系统或加利略 禁地轨道 用于通信和地球观测 我们发射入轨的卫星 不仅可以让我们从太空观测地球 而且可以研究 在远离地球大气层和地心引力的条件下 那些仪器怎样工作 为此 人类建造了国际空间站 ISS 这样的宜居卫星 一个巨大的微重力和太空环境研究实验室 其中的基组成员在生物学 人类生物学 物理学 天文学 气象学等领域进行各种实验 除了月亮以外 它是地球轨道上体积最大卫星 从地球上通常可以右眼看到 国际空间站 在低轨道 LEO受到大气层的摩擦 为此 它的高度和轨道倾斜角度 必须经常调整